我是因为个人原因 然后那个 个人原因 目前是把工作辞掉了 我没有在工作 我下个月可能没有钱进账 我只能花现金来维持 现在的一个状况 因为你现在你用 支付宝一类的软件的话 你下个月是要还的 都是平时吃饭的钱 也没有特别多 几百块钱 多久 是上个月刚辞 上个月 那没啥 以前工作就很不稳定吗 以前工作很稳定 所以这习惯是因为 辞职之后才有的是吗 这习惯 对 那这没什么呀 但是就让我觉得 那没必要一直 叨念这个事吧 一路上都不开心 不管出去玩还是怎么样 只要用了这些东西 就一路上坐在地体上 就整个人就是这个表情 就是他刚上台那个表情 一路都是那样 不管你开不开心玩的 我真觉得都 这都是无所谓的事 干嘛把自己搞得这么紧张呀 压力比较大是吗 是 现在是辞了以后 因为潜用的差不多了 压力肯定会 潜用的差不多 就是积蓄差不多了是吧 找工作去 当时辞职是因为 第一 我上一份工作是加班 我这个工作就是加班 你在网络公司肯定要加班啊 这个你都不用说 你的网络公司 我现在做广告 我觉得我都要加班吧 在北京加班这太正常了 因为加班辞职 我觉得这说不过去 不是说因为加班辞职 然后还有一方面是 家里房子要装修 两边我顾不过来 跟他交往的话 如果真的是天天加班的话 没有时间陪他 然后我说我想去换一份工作 换一个工种来继续维持 现在的生活 您可别提现在这工作这事了 前一阵说自己要去 快餐店去打工 然后本来年前的话 就是因为他比我大一些嘛 年前的话准备就是 见一见家里面的人啊什么的 他现在找工作是挺不好找的 在我看来是挺不好找的 你如果去快餐店打工 耽误了这么长的时间 然后等你去我家 我倒是不在意 那我妈呢 我妈肯定会说 说现在你男朋友 在快餐店打工 你去北京 我不是一直都在快餐店打工 但是你耽误了这一段时间呀 我觉得就是说骑驴找马 不怎么耽误事吧 你工作也要忙 然后那边面试也要忙 你本来还说什么家里房装修也要忙 你有几个头呀 就真的就是有时候我们俩 就是可能观念不一样 然后他就一个人生闷气 也不跟我聊 我却问他也问不出什么来 就是有的时候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生气 你问他吧 反而好像感觉他更生气了 就是这事就是 也在家里也不跟我说 我就是觉得他有一些小事 我真的是 我平时工作就特别累 工作上锁事就特别多 是不是因为这次 因为辞职完了之后 很多问题 其实辞职前就存在 这次可能因为辞职了 陪你的时间多按他的说法 可能这个就爆发出来的 这些问题了 可能是日期越累的 哦 日期越累的